12月7日,胡可在微博上晒出大儿子安吉足足9张萌照,并配文字称 粉色少年听归记,哎,最后一张混进少年队伍的是什么情况 照片中,安吉身穿粉色上衣,配灰色牛仔裤、运动鞋 头上戴着白色耳机,显得十分帅气 不需用双手扶着耳机,表情呆萌可爱 其中一张双手脱腮坐在地上的照片,更是直接萌换了姐姐们的心 有眼睛的网友还扒出了,安吉和宋中鸡穿的是同款服装 直呼,厉害了安吉,看来东北宋中鸡果然当之无愧呀 不少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留言称,安吉太帅了 谢谢婆婆,又可以换手机壁纸了 就在此条微博的前一天,胡可还在微博上上传了一条影片 影片中,安吉身穿灰色上衣,灰色秋裤 还借地气的把秋裤塞进袜子里,在地上猛翻跟头 安吉翻起跟头就停不下来,翻了一圈又一圈 弟弟小鱼二爷拿着书喊道 大恐龙,呆萌闯进镜头 胡可在视频上方配文字称 我这个一言不合就翻跟头的哥哥 不知道今天在雪地里玩的如何呀,好想他 大恐龙 哇 嗯 嗯 大恐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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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大恐龙 有点大恐龙 网友看到视频后评论称,怎么这么喜欢翻跟头 吉宝就是男神,翻跟头也是帅呆了 很棒很棒很棒 我来一个呀 安吉来一个 来一个好来 安吉 往哪去啊 你拿头啊 哎哎哎 亲拿 哎呦 腰没这儿玩是吧 啥 这没割啊 喂,我这样 Ti 我会 来了来了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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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老公 这有根石头 这有根石头款儿子 哈哈哈哈